我是曹之一,我的項目是花式滑冰 我是在九歲那一年接觸花式滑冰的 我今天示範的第一個花式滑冰的動作是 連接步接上一個兩圈的Double Loop跳躍 它的難度大概是兩顆半星 它是在五中兩圈裡面其中一個第三種學的跳躍 接下來第二個動作是厭世平衡換腳旋轉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Camel Change Camel 因為它叫做Camel 所以它這個旋轉我們很多人都會覺得 它轉起來的時候特別像駱駝 最後一個要示範的動作是非厭世蹲轉 那麼這個旋轉的重點是它的難度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它是跳到空中之後在空中翻身 我們起步的時候是左腳起跳 那落冰的時候是用右腳落的 這個旋轉的難度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要在你吸收力比較強的時候才可以去練習 因為它在空中要做一個非常迅速翻身的動作是很危險的 剛剛示範的這些動作呢 都是有一定的水準之後呢 會練習到的動作 那麼要建議大家也要在有教練的情況下 再嘗試這一些動作 避免容易造成受傷 那麼也希望大家可以來多嘗試花式滑冰這一項運動 絶椅 絶続 絶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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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楽 感谢观看